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鸡蛋一直被谓为最营养的早餐 食慧又好吃,做法又多 可以煎鸡蛋,炒鸡蛋,煮鸡蛋,蒸鸡蛋等等 但是早餐吃鸡蛋还是要注意一些误区的 我们来看一看你是否中招了呢 很多人都认为土鸡蛋更营养 土鸡蛋也叫做笨鸡蛋 就是自己农家养的鸡生下来的蛋 光是从营养数字看 饿着其实并没有分别 但是土鸡蛋口感和味道上更胜一筹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土鸡蛋更加营养 其实是错误的观点 所以土鸡蛋跟我们普通吃的鸡蛋 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哦 那么接下来的误区二就是鸡蛋党固醇过高 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 担心吃了鸡蛋党固醇就会变高 所以少吃鸡蛋 甚至是不吃鸡蛋 其实一个鸡蛋的党固醇正好满足一个成人一天的需求 所以一天一个鸡蛋并不会影响党固醇 甚至有益健康哦 再来第三个误区就是鸡蛋不能和豆浆同时食用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误区因为豆浆中含有一种一蛋白霉的物质 如果和鸡蛋同时就会抑制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 但是却不知道 豆浆在煮沸的过程中已将一蛋白霉全部消除 所以煮沸的豆浆和鸡蛋是可以一起食用的 而且非常营养 除此之外 多吃鸡蛋更加营养 这是对的吗 由于鸡蛋做法简单 而且又营养丰富 所以很多人主张吃鸡蛋更营养 但是却不知道 过多食用鸡蛋会对人体的肾脏造成负担 而且鸡蛋中所含的党固醇和脂肪 过多的食用容易造成高党固醇和肥胖的症状 所以普通成年人 一天一只两个鸡蛋就足够了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糖心鸡蛋更有营养 很多人喜欢吃半生不熟的糖心鸡蛋 认为更好吃更加营养 其实这种并没有完全熟的鸡蛋 里面的沙门氏菌还没完全的消灭 人们使用后很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补适 而且生鸡蛋更难消化 容易造成肠胃补适 而且蛋清中的抗移蛋白酶会影响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 所以吃就吃的科学 吃就吃的营养 大家这样吃才会更健康 关于早餐吃鸡蛋 很多人都犯了这些误区 不晓得你们有犯过这些误区吗 如果你也犯了这些误区 一定要及时改过 免得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早餐吃鸡蛋的正确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